关于减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国紧急状态期间租户担忧的通知 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全国紧急状态期间房租仍需致富 如果您收入下降请立即与房东商谈讨论有无可能减少租金 2020年3月13日唐纳德、约翰、特朗普、Donald J Trump 总统签署了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全国紧急公告 全国紧急状态对HUD援助和FHA担保的多户住宅的运营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租户师、夜货工作时间缩短 担心支付不起房租及其他基本需求 您收到本手册 是因为您所在的公寓社区参与了由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管理的一项计划 本手册简要列出了关于全国紧急状态期间房租支付的重要信息 您还应该支付房租吗? 在全国紧急状态期间仍然要按往常日期支付房租 如果您因收入减少 难以按时支付房租、请立及与房东联系 您支付房租有困难吗? 例如,如果您已失业,被安排无薪休假或工作时间缩短 如果您获得了HUD资助的租金援助且收入下降 请尽快与物业管理处联系 重新认证收入 您可能有权在收入下降后的第一个月迅速获得房租减免 计算时联邦刺激补贴不计入您的收入 物业管理处可能还了解一些其他当地资源 担心去租赁办公室会面或签署文件 HUD允许您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其他电子方式发送电、子版签名 但您之后要提供签名元件 请咨询您的物业管理员 了解如何提供电子版签名而不用前往租赁办公室 如果您租住的是FHA担保的住房 且预计可能难以支付房租 请立即与房东联系 尽早联系讨论客 能的支付方案或住宿安排 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州级或地方计划的援助 亦或您的房东可能了解一些其他资源